人活一生啊 有很多的诀窍 实际上这些诀窍 做人的诀窍 实际上就是我们智慧在人生啊 你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让我们学会圆容 佛法让我们一切随缘 台长接下来仅仅用四个汉字 就指导你们做人的人生 第一个字我叫他们打出来 第一个字叫尖 第二个是兵 第三个是卡 第四个是影 这中华传统文化 这四个字很有做人的意义啊 所以你们经常想听师父跟你们讲 我就告诉你们了 尖字是什么 尖字是能大能小 世界上什么事情可以大可以小 很多事情你不去执着 你不对它进行 哎呀百般的放不下 它就变了小了 你很多事情揪着它不放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会让你伤心 会让你难受 所以这第一个是尖字 第二个字叫文武兵 是能文能武啊 第三个字 卡字叫什么 一个人要学会 能上能下呀 对不对呀 这不是做人吗 做人很多人上着去就下不来啊 你说你坐飞机 你上去了 你不下来啊 你不下来 你怎么到新加坡来看师父啊 第四个字叫尹 尹就是能趋能胜啊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人生烦恼虽本有 就是人生的烦恼本来就有的了 只要你活在你出生的第一天 你烦恼就不断 四字 长字 明一生啊 四个字里边 藏着我们传统文化的智慧啊 明白你的一生啊 人怎么不要能大能小能文能武能上能下 能屈能生啊 一个人一定要懂得这个啊 能大能小明事态 你对这个事态也量 你只要把他看得小一点 你就过了 你把他看得太大了 你就过不了了 能文能武 乃英才啊 很多人能文能武是个英才 能上能下的人 淡破名利呀 无所谓的 有多少名 有多少利 有什么呢 几十年之后 我们大家都一样 对不对啊 每人一块碑 还有能屈能胜的人 记住了 能屈能胜有什么好处 知道吗 福自来啊 福自来听不懂啊 鼓掌这么小嘛 就是没听懂啊 你们天天不是要有福气吗 你们不是天天说我要有福气吗 对不对啊 你只要在单位里能屈能胜 在家里能屈能胜 在社会上能屈能胜 你怎么会没有福气啊 大家都说你随缘 大家都喜欢你 你这个人福就自己来了 对不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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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